其实一开始我也自己在想说要不要模仿哪个老师 但我发觉就有时候你越去模仿一个人 你越模仿的不像 自信吧 然后果断自己比较欠缺 因为我不是那么自信的一个人 哈喽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雨琪 我是从家里面然后飞到北京去面试 然后再带装饰戏就来来回回一直三个月 挺煎熬的 因为当时就在想到底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 我那会儿正在遛狗呢 然后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 你要去演赵米 然后我以为他骗我 然后结果是真的 其实当时的心情很复杂 就是哇好开心啊 然后接下来又想完了完了 那么经典一个角色 要是演不好怎么办 就紧接着就担心 其实我自己在看我的 就是出场的时候 我觉得不足的地方其实蛮多的 因为当时我们剧组是 我先拍了地牢的那场脑角星的戏 然后我基本上隔了一个月以后 我才拍了组里的第二场戏嘛 就是相当于好不容易进了戏 然后突然又出来了 又隔很长一段时间 再加上我那时候 也是属于第一次演女一 然后又是面对那么多老前辈 对就特别的紧张 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些地方 没有太放得开 因为我知道哪些地方 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对就我自己 就我当时不是有个 喝茶的那场戏吗 杨祖史请 请 我当时其实手在抖 在现场就是 因为我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遇到那么多前辈 而且我还要做得很正经 当时杨潇老师在那叹了一身气 我也不知道那是叹气是对我 还是对什么 然后就觉得好紧张 一下子我手就开始抖了 然后喝茶的时候就觉得 不行了不行了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特别开心 就是我自己能看到 自己身上的缺点 然后去改掉缺点 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演戏的话 就会比当时要好很多 那如果让你再选的话 就是说和赵明这两个结果 可以选哪一样 赵明啊 肯定是赵明 因为我真的在赵明身上 花了太多太多的精力和兴趣 因为我看了他所有的版本 基本上就能看的 我都看了 是他的自信吧 然后果断 然后我觉得他有那种 就是运筹帷幄的感觉 是我觉得自己比较欠缺 因为我不是那么自信的一个人 只是说在逐渐地去学习 如何让自己更从容 更自信 对于你来说会喜欢这一般里面的找我自己吗 更加的就是直接一点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 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特别 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希望大家都好 然后又不忍心去拒绝那些 对他好的女孩子们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也挺无奈的吧 放在限制中 陈玉琪来说 你不喜欢这样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直接一点的 然后就不会 不要说是 我可能喜欢你 但千万对我好 我不忍心去拒绝 我不要这样的 对 我要直接的 就爱我一个人的 下面留言 是一个倒追难得的 什么时候会演一个被追的精神 对啊 我也不明白这一点 因为我也想享受一下被追的感觉 但是每一次都让我演了一个倒追的 而且追的撕心裂肺的那种 我觉得有点不划算 所以我也想要一个那样的角色 所以可以帮我找一个这样的角色呢 你忘了我吧 陈吴记 我可以为了你抛弃一切 你为什么不可以为了我抛弃一切 那你自己本人来说 对于爱情方面是主动还是费力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主动性的吧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这下 我不告诉她我喜欢她 或许她下描就别人的女人 别人的男人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接触赵明 我以为 我以为就是像九公主那样 就古灵精怪挑皮脚蛋 我因为我所有版本的原著都看过了嘛 然后就越看就觉得 她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其实一开始我也自己在想说 要不要模仿哪个老师 像大家都知道张明老师那个版本就比较的偏霸气一点 然后贾静文老师的就是青春活力更多一点 然后像离子老师的话 其实她女人味和青春活力那些都有体现 可能是剧本也会有原因的影响吧 我就想说要不我就模仿一点贾静文老师的 然后模仿一点张明老师的吧 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 但我发觉就有时候你越去模仿一个人 反而你越模仿的不像 然后我也跟导演讨论过这个问题 要不要去模仿其实导演和我都觉得说是 把自己所理解的赵明表现出来 然后因为自己每个人身上每个人身上的特点 然后加上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会成为一个新的赵明 一开始我演的是九公主嘛 然后大家就喜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后来就来找我的希望就是公主啊郡主这一类的 其实我现在很想演现代剧 因为我还没有演过现代剧 就是唯一演的一部也是修仙题材的 就不是特别的现代的那种题材 我觉得是一种挑战吧 因为现代剧它更多的是看你现场的那个说话台词啊什么的 而不是后期去配音嘛 然后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去朝这方面去努力一下 什么恶作剧《之吻》呀 都特别经典的那些 《流星花园》啊什么的都看过 我其实挺喜欢阎晨序的 就是包括现在我每一年我都会看一次《流星花园》 对 道明寺 就它就很主动 对啊 对 对